京东这边更是喜欢厄佩洛斯 他觉得卢西亚拿梅无所谓 卢西亚拿梅跟厄佩洛斯露露其实两边都五五开吧 但我更是觉得卢西亚拿梅做的事情更多一点 因为这个对决在厄佩洛斯也不少出现嘛 然后 特别是在萨拉斯这一块如果有卢西亚拿梅的话 对面就不能拿卢西亚拿梅嘛对吧 然后 这个英雄本来就是要偷个比较好的大招 卢西亚拿梅的大招基本上都是 不能算好的 然后卢西亚就可以把这个赛拉斯 打成打成狗 所以我比较反我赛拉斯的时候 对面有卢西亚拿梅 一般打卡纳比的卡纳比的对手 就对手的教练组都会说 他很喜欢来抓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小心一下 我这句话听了不少了 又来了他又来了 有点机会这个Q没中可惜 但是红刀可以直接转坠名 三三三三三三三 左边是没治疗的 怎么说计划直接减 A到纳美了 纳美一个要先死 直接转坠名 我这不 我这不彻底崩了 又来了又来中 看看AWS给我们带来的经验面板 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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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其他家还是 露过这边的 家 毕竟都电行了 哈哈哈 电行但是应该是想要搞这包杀的 有丑有丑 哈哈哈 好稳啊 京东 他们就很配 如果卡纳比这么搞 中大也很搞的话 就就会很怕的 很可怕 但是 没有那么那么的稳定性 哦 又炸又炸 完了 开始操作变心了 那压高是很稳 所以 有这样这样搞的卡纳比 才是很搭配 这是没办法 但是这个版本 好像中路是不能 不能 稳子 必须要很稳定 我感觉卡纳比来 来上面也去的 就蓝色盒来上面也去的次数 比 比萌生还要多 比萌生 这么帅 大招 狂风 AQ AQA吗 A AQ 狂风 Q 帅啊 不紧张了 或是 或是 不紧张 或是 这把看完我直接去吃个饭回来 OK 金融赶紧给我结束 主播饿了 牙膏 哦 金融花 这没中啊 你为什么突然就打这么猛啊 OK OK 牙膏好大招 能打得好 哦 一个人拖四个 哦 哦 两个人我觉得是有闪有大招 先把啊 中上 加强 一波加强的币 拉到了 头来的大妹杀往闪前躲掉了 有双丁住了 芒色帽子这边也倒 那随着淑女皇军他 那随着淑女皇军他 杀他杀他 杀他 杀他 我把机票过去了 应该是 当地的留学生吧 我 刚 起床 就那个 做的事情特别简单 上个厕所 刷个压 就这样 如果要出门 就洗脸 洗头 如果不出门 就不出门的话 我就刷个压 上个厕所就出来了 我 我不这么洗脸 特别是早上 我一般 睡觉的时候会洗 因为我不洗脸 也不会讲任何东西 但是主不也不是 在皮肤这一块很专业 但是我觉得 就皮肤这状态 要 要找到自己 最合适的化妆品 加上洗面奶 然后各种各样的 那一般奶酸 都不这么管嘛 我的话 只要 只要把油 洗掉的那些 那些洗面奶 都可以用